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美國潔淨網絡,科網無懼售啞? 問號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跌了171點,收報24930點,成交有1358億 今日港股的焦點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突然提出了一個潔淨網絡行動 限制中國的Apps在美國上架 因為早前,為了抖音這件事 已經逼迫抖音要出售給微軟 現在就吃過翻沉味,所謂食水之味 再要打擊中國的Apps在美國的上架 事實上,不單止美國的,其實印度也要中國的App下架 這也是事實來的 問題是,這件事對港股的影響有多大呢 即日來說,都挺大的 因為影響到騰訊 騰訊有個App叫微信 大家都知道 影響到的 騰訊一跌,今天很多早段的時候 科技股都跌了 拖累恆指一度 最低是跌到23,854點 好在美市時跌幅收窄 上來24,930點收市 從這個圖上來看 曾經跌破過下降軌的 即是突破了之後又跌下去 但是收回上來 恨保不失 都是叫連續第二天收於下降軌之上的 如果明天都繼續收在下降軌之上 就確認突破了 但確認突破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要升穿25,200點這個水平 收在其上 為什麼呢? 從這裏比較難禁止 如果你家裏有圖表的話 你將它拿一個 15分鐘圖 或者半小時圖 或者小小時圖 你會見到 類似做一個頭肩底形態 頸線就是25,200點 如果升上去25,200點 資上收市 這樣變成一個頭肩底突破 即是說 見了底 短期有機會轉回綠燈 其實這個文章都寫到 25,200點 如果收在其上 就轉綠燈 就是這樣 看看這兩天有沒有機會轉回綠燈 短線今天受過壓 因為美國突然間又在挑機 詳細來看 其實騰訊 不單止是Apps 還要說到 中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那些都受到打壓 所以阿里巴巴那些 其實都很厲害 在美國 因為它那個雲 現在全球的佔有率 排名都很高 受到影響之後 是不是很差呢 首先 其實這個時候打壓科技股 又比較難的 因為大家看看這幅圖 就是美國納指這個科技股指數 其實連續三天創歷史新高 突破了1088點之後 其實昨天最高位是首次觸及11,000點 最高見過11,002點 收報10998差2點 就是萬一 即是到過萬一 你科技股這麼強的時候 全球的科技股 科網股 都是水漲船高的 很難說 你自己那個納指 科技股不斷升 就是要其他人的科技股 就跌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是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 是不是打壓得到呢 所以我就有問號了 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打壓得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美股現在都不斷強勢 就是因為印銀子 我們看再廣泛一點的 標普500指數 其實連續三天 就已經突破了7月份的高位 還差一點點 不多 這個歷史高位是2月19日 當時最高見過3393.5 當它3394 445入 3393也好3394也好 現在都3327 還差幾十點而已 標普500指數都創歷史新高 就是很接近歷史新高 整個美股都這麼強的時候 你要打壓別人的那些股份 特別是 都是當頭起的科技股 都是比較難一點 所以基於這兩個 我自己覺得打過大問號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它打壓得到 事實上 今天雖然跌過科技股 好像騰訊那樣 曾經 最低 是見過543.5 但收市的時候 又收回上來 4.5 5.5 不是三角五那隻 是煙 4.5 跌不夠1% 吹到那麼癢 其實都跌不夠1% 那就是那些資金 看你低逢低都是買的 都不管了 除了這一隻 阿里巴巴 又說那些 雲業務都受影響的 阿里巴巴都不理它 今天都照升 1.2 正0.5% 257 中美的爭拗 是不會停止的 我覺得今天大家這個是 老大和老耳的角力之爭 大家明白的 一定會壓住中國 問題是 各個方面都會限制住中國 是真 但是 限制之餘 那個股市裏面 又不是說所有的股份 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實質影響 因為其實在海外業務 佔中國的那些科網股 都還是很小 所以如果實際來講 影響有限 其一 其二 本身你希望 如果你說見到這些 這些股份就會大一點 又不是因為你本身 美國的整體整個股市氣氛好 標普500指數 差幾十點 就是1-2% 就創歷史新高 美國的科技股指數 納指已經連續三天創歷史新高 在這樣的情況 你叫科技股會大跌 當然不會 會有震盪 就不會大跌 這一刻 所以我覺得 影響不是那麼大 從剛才見到騰訊 阿里巴巴沒有影響 固然是 有些在美國業務不大 例如美團 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 今天仍是創歷史新高 最高的時候見過229.2% 收市報是221.2% 無論今天的即市價或收市價 都是歷史新高 繼續扯上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用擔心 當然還有一件事 如果長遠一點來看 就是你看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不斷滾 因為會不斷印銀子 現在美國就準備又再提出一個刺激經濟方案 本來應該是在7月底提出的 但是兩黨都爭取不了數 最主要都是哪個功勞大一點 其實現在來說 到了這一刻 共和黨反而就不是想放那麼多水 民主黨就想放多一點 因為對他的選情有利 但無論如何都是要放的 即是說又有一個刺激方案 準備出台 準備出台大家都知道 你哪裏有這麼多錢 其實又是發債 發債是誰去買的 又是聯儲局 所以其實就是印銀子 印銀子的話 金價升穿2000美元大關 美匯指數不斷滾 雖然這些有可能出現一個小雙底 小型反彈都未頂 因為跌了那麼久 現在在92的水平 湧上94甚至乎再湧上高一點 都不奇怪 但是技術上 這些都是小反彈 彈元都是要下跌的 為什麼呢 其實印銀子一件事 不會完結的 還會越印越多 洗濕了頭之後 更加要印 印的話 美匯指數隨時 反彈元都是要下跌 跌到90甚至再低一點都未頂 短期來看 就是90 今年年底應該跌穿90 都未頂 金價是這樣上 印銀子之後 環球的資金很多 所以科網股這些受追捧的 短期受壓的話 可能是一個低級機會 當然 股價就很貴的 如果你說市盈率 現在不是那個 市盈率的問題 而是資金湧入的問題 如果你說市盈率要低的話 又業績好的話 推出一隻小型的科技股給大家 這隻就是IGG 剛剛公佈了業績 它就是盈利 就增長了 很好了 70-80% 就是中期盈利 這個 市盈率其實現在 都是九倍 十倍左右 今天大升三成 現在 今天升了那麼多 有機會的話 可能 回回一點點 大概九元邊 或者九元以下 更加好 未必跌得穿九元 總之回的時候 有機會就可以低級 低級的話 應該這隻股 還有運行的 因為它應該 那個業務都復蘇 就是那個手遊業務 那裏好 市場都看好它 相對股值亦都吸引 利益申報 我沒有持有這隻股票的 我如果真的會買 都是等它低 九元之下才買 才考慮買 不一定買 所以就不是說 因為我買了 所以才看好 整體而言 現在來看科技股 我覺得是一個震盪 可能都還要再震一下 因為美國最近又施壓 震一下震一下 因為升了很多之後 需要一些調整 如果大家擔心的 就買一些 有機會納入行指成分股 但是又不是那麼受外圍影響 例如美團 美團所以今天都很好 另外盛存有機會進入的 小米 今天升2% 就是納入神指成分股 小米 京東 今天都升0.4% 所以這些股份 其實暫時受影響的壓力 就不是那麼大 大家仍可以密切關注 可不可以有機會是低級的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